孟希叔叔 你来之前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我没打扮 连头都没洗 就算你没打扮 没洗头 在我心中 在我眼里 你还是那么地漂亮 那么地可爱 怎么孟希叔叔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喜欢啊 孟希叔叔 你说你是不是会什么魔法 我呢 是不会什么魔法的 但是我会看人 你看起来精神医医啊 一点都不像生病好几天 不能上学的人 我所认识的小星辰 可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认输的人 这不是小星辰吗 要不要喝过水 不要 怎么了 我不会弹钢琴 妈妈不开心 她不喜欢我了 不会弹是应该的 你还想吗 很多东西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才会的 可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啊 那你看这样好了 叔叔去跟你妈妈说 不要让你学钢琴了 不要 是不是每天练 每天练就可以学会了呢 每天练就学会了 可是每天练好辛苦啊 好累啊 我们不要做自己勉强 不喜欢的事情 现在说不要 就是认输了吧 妈妈说 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所以要继续联络 就是因为不情言放弃 你今天才能够这么有才华 这么优秀 怎么 长大了之后 因为一次很难的考试 因为别人的误会 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 你就退缩了 孟希叔叔你总是这么温柔 所以我才最喜欢孟希叔叔 可是你又不给我机会 傻丫头 这不是爱 这是一种你想对我说声谢谢的心情 也是一种你期待被保护的心情 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 爱是什么呢 爱是 爱 爱呢 爱很复杂 有的时候 是一种很想见到她的心情 拿好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来了 老样子 那个 之前的那只熊 我是说 江念宇今天没来上班吗 今天没有她的班啊 不过她刚刚有来过这里 后来她又说她有别的工作一定得完成 就急急忙忙走了 我想应该是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工作吧 谢谢啊 有的时候是一种 见到她觉得很讨厌 不见她又很孤单的心情 有的时候 是一种错过之后 格外遗憾的心情 没有 我说她是一种高的工作 很多工作人员 你就不懂得完成她 能给谁消遣 真是的 我都不知道她家在哪儿 每次都是她出现在我身边 每次都是她来找我 好 好 好 跟我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